其实放下曾经深爱的人没有那么难,做好这些事情就够了。 放下一段曾经轰轰烈烈的感情,最难的部分不是两个人分开的那一刻,而是在恢复单身后,失恋的顿痛才会慢慢席卷而来。 你会开始想念那个你曾经爱之入骨的人,不断地回忆他和你在一起的开心时光。 这种甜蜜与痛苦交织的感情,很多人都难以忍受。 曾经的甜蜜和现在的孤单,让人陷入了一种困境,总也走不出来。 之所以失恋的人需要漫长的恢复期,就是因为这样的伤痛,不是朝夕间就能淡化的,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调整。 可是过去已然过去,在怀念和不舍,那个你曾经爱着,现在也一样深爱着的人,早就从你的故事里羡慕。 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和另一段人生,你的坚持和念念不忘已经没有了意义。 其实让给你曾经是爱的人没有那么难,做好这些事情就够了。 敞开你的心门,多和朋友们聚一聚。 失恋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失恋的人向外界紧紧地关上自己的心门,拒绝他人的帮助,选择独自硬撑。 但是敞开你的心门之后,多和朋友们聚一聚,你曾经忘不了的,真的在不知不觉间就遗忘了。 其实很多人高估了自己的自我调整能力,羞于吐露自己在爱情上的失败,或是不愿意向他人展示自己的伤口,于是拒绝向他人倾诉自己的内心,选择把一切都默默咽下。 可是很多人在所谓自我的调整过程中,走进了死胡同。 曾经与失恋的悲痛不能自拔,如果没有其他人将他们狠狠地拍醒,很容易走向极端。 失恋的人要记住,失去爱情没什么大不了的,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爱你的人,他们都愿意在此时对你提供帮助。 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,让自己变得充实起来。 要防止失恋后被悲伤的情绪所控制,就要让自己忙起来。 转移注意力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,以前有什么兴趣爱好,不妨重视起来。 看看书,打打球,甚至是追追剧,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自己逃离失恋的困扰。 在这些调整方法中旅行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种。 出了门走一走,离开那个城市,远离那段熟悉的生活,一览大好河山,或许通过这样的过程,就能疏解心中的抑郁和伤痛。 其实要放下曾经深爱过的那个人,真的没有那么难。 只要你多早点事情给自己做,让生活变得充实起来,你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想其他的。 与其他异性多接触,走出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,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感情。 一段感情的失败,不代表以后的感情之路也会坎坷。 对前任再怎么曾经深爱,也都是曾经而已,人总是要向前看的。 失恋的人需要积极地与外界沟通,积极地与其他异性朋友接触,才能找回自信,走出失恋的阴影。 新的爱人,新的爱情,往往是扶贫旧的创伤和绝佳良药,是引领失恋者走出黑暗的一线光辉。 因此失恋的人千万不要恐惧爱情的降临,多与异性接触,不妨试着发展新的感情。 其实当你遇到另一个人,开始了另一段感情,你就会发现,你曾经的坚持是没有意义的。 丑而言之旧爱虽好,但逝去的东西只能成为回忆,你的现在,你的未来,都不会再由他或他参与。 失恋的人不要沉沦于旧爱的泥潭,要学会向前看,才能迎接更好的生活。